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怎么来看的 好的 昨天晚上半夜这个大地震 不晓得韦庭吓到没有 吓死了 吓死了 不过那天 昨天晚上我是睡得很沉 所以一点感觉都没有 好 这个大地震呢 当然我们没有办法事先预测到 但是股市的大地震 这个就可以事先规划到 在封关前以及开红盘之后 连续两天的大跌 几乎把投资人都吓死了 可是短短不到几天的时间 今天又回来到8500 好像股市的投资人 也经历过股市的一场大地震一样 但是我刚刚说过 只要你有视线规划 对不对 你自嫌知道要地震 你怎么会吓到呢 不仅不会吓到 还会利用这个股市大地震的机会 高卖低买吗 一样今天大盘又在上涨了80点 那么从封关前的这份规划 第一次在封关前1月23号 这个短波的规划 我先在电视上给各位看到 封关的期间 封关前跟封关后 你将开红盘之后 封关前跟开红盘之后 在1月23号已经事先预告 你会先有一波沙盘 但是这是洗盘 2月5号也跟你再讲一遍 这是洗盘 那么紧接着 我们看到今天的股市 我们请导播向上下一张字卡 那么到2月6号这一天 我已经跟各位讲 谈上来再说 2月10号跟你确认 波段多方讯号已经开始 换言之 你不见得要有这一波 我昨天还再讲这一遍 它搞不好就直接给你穿上来了 穿上来没有 今天穿上来没有 结果你知道吗 从这里下去到这里上来 那么这样一个快速来回的震荡 刚好就跟1月23号 这一份另外一个长线的规划 完完全全一样 1月23号 那那个时候我曾经请各位来把握这份规划 其实我跟各位讲 除了封关前后之外 还有你不知道的2014年 马年行情上半年的规划 你也要全程把握 结果那时候 很多投资朋友是看到了这一段 到2月5号开封盘之后 你验证了这一段 那么今天盘又上来了 盘又上来了 但是这份规划结束了没有 1月23号这一天 只划到这里为止吗 那么我要跟各位讲 1月23号那天 你可以回去看看那一天的重播啦 我在那天呢 把这一份长线的规划 我就交到尾庭的手上 给尾庭看过 现在尾庭手上还有这一份规划 那我要请尾庭来对照看看 帮各位来对照看看 尾庭 这一份大盘的长线规划 有没有画到这里 有 结束了没有 还没有 对 OK 还没有结束 那尾庭已经比各位早将近 一个月之前 事先知道 这个股市的大地震 那么在这个周末 我当然还是一样 会把这个大盘长线的规划 他的另外一半 我来公开 不仅公开 尾庭手上拿的这一份 就是跟现在是一模一样 所以我请尾庭呢 要在这份长线的规划上呢 就给他签名 签在这一份这个规划上面 请现在先签个名 我们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呢 我会把这个尾庭签名 也在1月23号 早就已经给尾庭看过 而且事先规划到了这份规划 在演讲会上给各位看 不要拿出来 不要拿出来 不能露底 OK 但是大时候大家会看到 尾庭签的这份规划 好 那么当然 在这个规划的另一半 周末他会来公开 周末他会来公开 但是重点是 朋友这个行情走得好快 从8300点到8500点 那才不过经过短短5天的时间而已 很多股票的布局 早就已经在2月5号 我重新展开 高档获利 低档重新展开 那么规划的第二步 就是这个第二步 他已经实现了200点 说真的 这个布局 股票的布局 你还能等到周末吗 持续在节目当中 跟各位最终的股票没有变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 庆腾 4534的庆腾今天又再度亮灯涨停 那么在2月5号开空盘那天 我曾经来跟各位回顾一下 因为4534的庆腾 我们在年前开空盘之前 这个封关之前 我们曾经有一波短线的操作 那时候我说 先把红包赚到来说 它是很好的股票 我们可以先赚一次红包 低档布局 高档获利了结 大盘过年间要大跌了 大盘封关期间要大跌了 先获利了结一遍 开空盘之后 2月5号这天 再来跟各位回顾 你又到了布局的时间 请你把握低档 跟我们一起布局的时间 那我们来看看 到了昨天 庆腾 在这个地方的布局 再来过没两天涨停板 前天涨停板 昨天又再压回 我有没有说 庆腾我们就今天不要讲 没有哦 昨天的重播 你去看昨天网络的重播 我还可以告诉你 庆腾目标未到 只是你不晓得我的规划而已啦 那么今天庆腾 我们来看一下 导播今天的庆腾 有没有在亮灯涨停 有没有在亮灯涨停 所以今天庆腾是我们怎么样 一头牛八地脊自皮第二次了哦 年前低档布局一次获利调节 中间年前那一次啊 一样布局完了之后涨停 再来获利调节 开放盘之后2月5号 再布局 咚咚咚一根涨停 昨天压回今天又一根涨停 全程的规划 全程的事先预告 全程的追踪 朋友不晓得 你的庆腾应该是要赚到的哦 因为这可是伟臣天天都在节目当中 所提到的股票 再来还有什么 各位连背都可以背了 3259的新创 一样 那过年前12月25号 43块5布局的时候 我一样在1月8号52块4 曾经做过一次获利调节 这一部分我讲过很多遍 但是我也请各位留意 一再请各位留意 这档股票压回来的时候 你要记得 我是长线观察 技术面 我会来回操作 因为它的目标价根本还没到 所以2月5号 跌停开出的那一天 2月5号 跌停开出的那一天 我请各位再来跟我们重新布局 来我们来看一下 到了今天新创 我已经连讲5天 连讲5天 你继续去看昨天的节目 还是一样 2月5号跌停开出之后 开始讲1天 2天 3天 4天 5天 昨天我还跟各位提醒说 那都已经在从45块4那天 跌停板的价格一路涨到了什么 都50块钱 快50块钱 今天 大涨了6% 差一点点亮灯涨停板 第二趟 新创的第二趟 又从45块钱 让你一路验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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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涨 从45块到52块半 那所以我跟各位讲规划的本身它的意义是要干什么 我要按表超刻码才能够从中获利 所以回到我们刚刚这份规划来 回到我们大盘长线的规划 请导播 这份长线的规划 当然你周末要来把握 那韋庭就签名签好 不要再拿出来亮了 OK因为周末我们会来公布 那么重点是说规划的第二步 到了今天它已经实现了200点 很多投资朋友当然会担心 老师 那这又已经涨了200点 涨得好高了对不对 那这下我又会怕了嘛 所以投资朋友 这个就不是我在讲 大盘有两种情况你不满 散户朋友一向有两种情况他不满 第一跌的时候不满 第二涨的时候不满 跌也不满涨也不满 那么到最后会不会赚到 不会赚到 对不对 跌的时候要满 但是要满在哪里 对不对 涨的时候起涨要满 你要掌握在哪里 这不都是事先规划吗 这不都是事先规划吗 那么在这一波的走势里面 不仅乙家 还有这个沁藤 还有新创持续的追踪 那么今天沁藤再度亮灯涨停板 新创给你连看了五天 那么沁藤也一样连看了五天 让你一路一路去看是说 韦晨老师他没有在每天变来变去变来变去 我就一直告诉你 锁定这一些低基期的标果 有汽车零组件 有穿戴概念 那么这个过程它是非常实在 非常扎实的 我们再请导播看一下 庆藤这个新创 2月12号的新创 尤其是这档新创也是一样 一天讲两天讲 这一天请你来布局 这一天请你来布局 这一天这一天这一天 到了昨天 你还是可以看到 我在节目里面跟你讲这档 3259的新创 全世界最小的维基电麦克风 穿戴科技第一次的革命 最重要的一定不能少 当然就是麦克风 但是3259的新创 它能够什么 做出全世界体积最小的维基电麦克风 那么这个维基电麦克风 到底对3259的新创 它能够贡献些什么 带来什么样一个长远的前景 会让尾程一而在 再而三 转一遍转两遍 中间有基本面掌握的技巧 中间有技术面操作 来回操作的技巧 但是问题是 这新创都已经验证了第二遍 新创都已经验证了第二遍 朋友 验证的时间已经太长了 验证的时间太长了 因为不只新创 不只这个沁腾 还有益家等等 这些股票要怎么去走 全部都在我们的事先规划当中 那我跟各位在很多天前 开封盘之后 还是陆陆续续有时候会有 每天都有80几家涨停 50几家涨停 我请各位说你不要这样乱追 很多股票它的波浪位阶 是因为已经到了尾巴 所以它喷最后一段 你不如当时就来布局 你不如当时就来布局 像什么 新创 像沁腾这样的股票 不是很好吗 不是很好吗 从开黄盘之后 就每天都有机会让你上车 每天尾盘尾尘也在节目当中 跟你追踪 你今天应该是要赚钱的 那么沁腾也是一样 请倒不上来今天的沁腾 沁腾也是一样 到了昨天呢 都还在节目当中继续在讲 那这两趟的钱 你应该都是赚到 如果没有赚到 那是因为你没有掌握 跟我们同步的布局 所以要注意一下 那周末演讲会 就要来跟各位公布 这个1月23号长线的规划 但是问题就出在于说 还没有到周末之前 今天沁腾又在亮第二根掌停板 新创已经从45块 又涨到了52块 布局的时间 恐怕未必见得都能请 等得到大家周末来了之后 然后礼拜一再回去慢慢的买 有些股票你就必须 在周末之前 我们就会在周末之前 就要去布局 所以下一档标股 周末之前 其实早就已经出现 其实我们今天就已经在布局 下一档标股 在周末之前 你一定要把握 跟我们同步布局 先布局完了 那么演讲会你一样来听 我一样告诉你这份规划 那当然在这个周末 在这个周末早上 2月45号早上在高雄 下午在台中 2月16号上午在台北 如果你还在等着验证 如果你还想等着听听看 你觉得说 少赚这么多支掌停板 没有关系的朋友 你愿意等到这个下礼拜一 你再慢慢的来 那也没有关系 但是你一定要 掌握这场演讲会 广告时间 赶紧把电话拨通 好 我们财富长城 请一下马上回来 万马奔腾迎新年 金马前朝滚滚来 事先规划事后验证 高薪投顾陈伟辰老师 2014金马年财富倍增计划大晋级 红包优惠专案尽情把握 咨询针线02-2717-5567 2717-5567 你有长期胃痛 胃失望逆流的困扰吗 快打免费咨询针线 0800-017-017 赠送有国家认证的试用包哦 财富管理 从年轻就要开始 你会看见一个完全不同的风景 认真的理财 可以不用一天到一家饭 陪伴孩子成长 我用各种理财的工具 认真的过我们想过的生活 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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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真理财 让美好都是进行事 认真的台心 挺认真理财的你 只会好伙伴 超级马力 新台币优利定存 最高阶年利率1.8% 你有长期胃痛 胃失望逆流的困扰吗 快打免费咨询针线 0800-017-017 赠送有国家认证的试用包哦 88路线竞赞 本车开往台幅大道 第二杯半价一够88元 台股受到激励 家人居住开盘上涨88点 所有的消息变速 三立财经台在88频道 范玉华 蔡伟霆 李星云 杨一梅 陈书贤 王志玉 财富的起点就在三立财经台 锁听巴巴每天发发 全新观点不超爆 每日关键报告 领先各大媒体 趋势 我说了算 让您财经早知道 国际财经零距离 Makno News 让您独立思考 产业分析最犀利 带您抢先获利 锁听巴巴 让您轻松钱滚钱 就在三立财经台 欢迎大家来高兴 买东西 吃海鲜 典费鸡肝 欢迎大家来高兴赏灯 欢迎大家来启头 你有长期胃痛 胃食道逆流的困扰吗 快打免费咨询针线 0800 017 017 赠送有国家认证的试用包哦 欢迎再度回到了财富长城 这个大盘呢 目前如何来规划 以及包括了各股方面的分析 是不是也是一样的 都能够套用这个波浪理论 好的 那么刚刚上半段的节目 我们已经把这个 1月23号的规划 那么在1月23号交给韦婷 刚刚她在上面签了名 那么在这个周末 还没有公开的部分 今天已经长到这里 那我也请韦婷 跟各位 帮各位来检视一下 原来的规划 是不是有划到这个地方 确认有 那周末还会公布另外一半 还没有公开的部分 不过我还是要跟提醒一下各位 那么不要忽略了 每一天时间的度过 我说过这个选举行情 不是你想的发动点 时间不会是你想的发动点 大家都想说选举行情还在年底嘛 不会 每隔一天 你错过了庆腾两师掌停板 而且还是第二波的操作 你错过了新创 从45块 一路涨到52块半 分明 每天尾城就在电视节目里面 每天跟你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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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看到他每天一直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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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到将近涨停为止 庆腾不也是一样吗 股票除了去讲涨停之外 我要跟各位讲说 除了大盘的规划 还有股票的本身 我也一样 这支股票 如果他会去涨停 我就画直直的给你看 如果他要整理 那也是在我的事先规划当中啊 就在 5388的中 我们来请导播看一下 5388的中壘 在2月7号这一天 在2月7号这一天 各位去看那一天的中播 我在节目当中说了什么 我说在1月7号的时候 这档中壘 我们曾经给各位这档 事先规划 中壘是最早 我在12月11号的时候 就在中时资讯里面公开推荐 当时收盘46块 那么来到这个高档 我们曾经获利了结一次 为什么获利了结 我在1月7号那天 跟各位讲过 因为他要进行第四波整理 不要浪费时间 等他他要整理完了 你真的还要做一趟短的 做这个第五波陌生 你再来 然后到了2月7号 我来跟各位提醒 5388的中壘 在2月7号已经整理了第四波 第18天 18天什么意义 因为他即将去面临到 21天的费事急速时间转折 那是哪一天 导播我们看今天的中壘 今天新闻不是很多盘中的新闻 都在讲中壘吗 2月12号 你去算算看 中壘刚刚好 就在这里整理了什么 21天 就跟我们前面规划的第四波一样 他今天也开始怎么样 发动了第五波 他说陌生段 陌生段 陌生段 因为是陌生段 所以我才在三里尾盘连线跟各位讲 那你没有布局 你不要明天再去追高 短的就是短的 长的就是长的 这个有差别 那长期的股票 我们来看一下益加 也是一样 今天益加还是一样小小的押回 可是益加已经规划多久 来202亿加 1月22号规划 那时候价格还在哪里 那我那时候跟各位讲 他不是这样整理 他就是向上整理 反正最后的结果通通都一样 我们来看今天的这一部分 在前两天 在开放盘之后不久 他创了新高之后 他不就是这样子吗 导播我们把镜头拉远 对照这两边 不就是这样子正吗 对不对 所以我要跟各位讲的是 不论是经营短线的题材 短线的波段 我要事先规划 我要抓在那个最适切的时间点 我不会去浪费时间 长线的题材 我也要有耐心 那有耐心 为什么有耐心 因为我知道他中间要怎么正嘛 对不对 所以不用每天都可以在节目当中 来跟各位追踪 不用说今天涨停看哪一档涨停 今天会有涨停 全部都是连日以来 尾程在节目当中 跟各位持续追踪锁定的股票 这个才是扎扎实实的赚到 所以我说下一档标股的这个布局 在周末之前 你一定要跟我们来同步的把握 好了 那么又回到大盘这个部分来 我们请大盘再回 导播再回到这个长线的规划这一部分 那么昨天呢 来到这个 还没见到8500的时候 那我跟各位讲 叶伦 FED的联准会主席叶伦 当然在昨天晚上要开听证会 我已经跟各位讲过 叶伦他的听证会 不管怎么讲 都不会影响到这一份规划 那到底昨天叶伦讲了什么 其实今天市场有很多的解读 我们就原原本本来看一下 叶伦讲了些什么 股市把它当利多解读 債市可是把它当做大利空 为什么 他说QE暂缓减码 而且如果要减码的话 它门槛是相当的高 利率是大 殖利率是登到两周以来的高点 换言之市场对债券市场 对叶伦的谈话 他是担心什么 哎呦要升息了 不对啊老师 那要升息 那美股怎么大涨呢 所以我说嘛 他讲了什么内容 不会去影响 市场他会各自解读 可是原本他听证会的原貌 就是这样子讲 但股市还是上啦 对不对 我们的规划还是继续验证啊 这个中间牵涉到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 请导播再上这个 下一张字卡 这个会场 这个长线重点的字卡 我就跟各位讲 从Q1的退场到他实际影响经济的时间 他会有一个落差 会有一个落差 他不会马上就要这个影响景气 那么第二个 今年有选举行情 所以这个选举行情 他一定要怎么样 一定要敢在Q1退场去影响 去影响行情的时候 所以他行情 选举行情要赶快发动啦 所以我才赶快 把这个选举行情的规划 在这个周末 要跟各位全版的分享 全版的分享 再来谈我们选股的经营重点 产业趋势 其实选来选去 我光是这五天以来 又再一次让各位去验证到 请腾 印证到什么 新创 这些股票 那么这些就不能等验证 最好就把握周末前 跟我们一起同步布局 一起跟我们同步布局 那么一样 当然在秦岛楼上最后一个 我们以前这个会场的照片 通常来的人都相当的多 所以为什么请各位 一定要吉草报名 我怕你做到最后面 前面的字 你又看不清楚 广告时间 一样赶紧把电话给拨通 预约周末演讲的集赐 15号在高雄台中 16号在台北 谢谢